第一天有四枚飛彈 飛過了台北的上空 但是國防部直到四號深夜 才正式訊息 遭到質疑說是否刻意隱瞞 讓北市政府首長 柯文哲和黃珊珊同時向中央喊話說要公開透明 讓地方政府有時間可以準備 另外陣縫台海敏感時機 北市演練了當國家進入緊急狀況時 民生必需品要如何配給 但是這個規定太過成就了 連親自視察的黃珊珊看了都只搖頭 民眾抗議民生物資配售不足 政報警察現身鎮壓 緊急控制現場秩序 但又有民眾茶隊企圖先領物資 共軍到台軍演時刻 北市演練國家緊急狀態 政府接管同一分配米油盐 液化石油器等四大基本必需品 但上回演練居然是18年前 教戰守則還規定依照戶口名部 家中成員年齡來分配 但首都一堆北漂族老舊教條 看在黃珊珊眼中直搖頭 黃珊珊在拋構想戰爭來臨時 透過四大超商地點店長來當防災室 派送基本物資至於各地藥局 藥劑師則提供基本醫療需求 但共軍導彈 四號卻被日本揭露 四顆飛彈飛越台北上空 直到深夜國防部財政時 也被質疑太晚講實話 北市政府首長同聲喊話中央 畢竟訊息早一刻掌握 就能再多幾分準備 就從蔣章元杰台北報導